言语的报道之后我们要立刻来看另外一个现场重点 这是民间的环保团体八起的环保日游戏 天下午在台北市登场 目前透过连线记者陈俊明 还有最新的报道 俊明 好了 镜头带你来到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许多的游戏群众 他们是已经躺平在大马路上 他们用最深层的呐喊来这个 希望能够唤醒了政府对于环保意识的这样的一个重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那么今天大概是有上百个环保团体 他们下午从中正市现场出发 一路走经过了门委会 还有环保署的这些管理环境的单位 那么最后是来到了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那么他们举起的标语 大家躺在地上用力的呐喊 那么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么今天来自全省各地的这些环保团体 他们也有不同的诉求 那么有的是反对这个要盖这个练油厂 有的反对要建水库 有的反对文化炉的兴建 有的反对掩埋场 不过他们大家共同的这个共识 就是在6月5号这个世界环保日的时候 他们走上了街头 那么整个时间到现在已经是接近傍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太阳还是很大 但是呢 尤其的活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持续进行着 那么这些群众他们躺在地上 来用力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么以上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现场 继续的状况 先把镜头开完谈论主播 好谢谢居民的报导 持续追踪的是卡威风事件 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有人认为其实是王玉成功 发出正在凯达格兰大道现场 我看到闻 对